不滿足、放縱、情慾、沒有止境 所造成的一個痛苦 以上這幾種苦就是我們怎樣 人生在世常常會碰到的 既然這樣的一個本質 就會讓我們了解到 人生是一個苦海 那你要怎麼樣來把它轉苦為樂 我們就需要做什麼 安心的一個動作 所以我們為什麼要安心 由此就可以得到 因為第一個你可以有所本 第二個你可以從苦海中來做解脫 當然安心還可以讓我們 以後的成就有所不同 因為你的心能夠安定下來 你將來就比較能夠成就一些 真正對社會、對國家有所貢獻的事 我們了解到安心的一個重要性 接下來我們就來探討一下 怎麼樣才能夠把這個心安定下來呢 第一點 第一點 我們要清心寡欲 要做到這樣 首先你一定要對我們 人生的一個價值有所肯定 以前有一位弟子 跟著師父修行 他常常問師父說 師父啊師父 人生的價值在哪裡 人生的價值在哪裡 後來師父呢 就拿了一顆石頭 請他拿到菜市場去賣 但是有一個原則 不要真的賣掉 你只要回來回報 看可以賣到多少錢 這個弟子呢 就拿著這顆石頭 擺在菜市場 那有一些買菜的媽媽看到了 有的就說 嗯 這個石頭蠻可愛的 五十塊要不要賣 這個石頭可以拿去擺在盆在旁邊 蠻好看的 一百塊要不要賣 到最後弟子回來回報 說師父啊 這顆石頭啊 在菜市場有人喊價喊到兩百塊 還不錯喔 隔天師父就請這位弟子 把石頭拿去哪裡 黃金市場賣 到了黃金市場 哇那邊冷的眼光就不一樣了 有的人過來看到這塊石頭 就說 嗯 這裡面應該有不錯的東西喔 我十萬塊跟你買 另外一個看了一看也說 嗯 我出十五萬 到後來 弟子回來回報說 師父啊 這塊石頭 今天在黃金市場 有人出價喊到二十萬 哇 真的好寶貴喔 師父沒有說什麼 請他第三天 再拿到最高貴的珠寶市場那邊去叫賣 哇 弟子呢 拿著這塊石頭 到了珠寶市場以後 哇 那邊的人呢 拿著這塊石頭 仔細的賤賞了一下 出的價錢就不一樣了 有的人出一千萬 有的人出一千五百萬 到最後 弟子回來回報 他說 哇 今天這塊石頭 它居然有人要用兩千萬來買 因為他說 石頭裡面有很珍貴的寶貝 師父這時候就跟弟子講 做人也是一樣 人的價值在哪裡 就看你用什麼樣的眼光來對待 你是用菜市場的眼光呢 還是用珠寶商的眼光 來發掘你內在的價值 你的成就就會不一樣 因此 我們知道 今天 你要安心 你一定要對我們自己的 內在的價值 能夠有所肯定 接下來 你才有辦法來怎樣 落實去執行 清心寡欲的動作 所以孟子 他跟我們講過一句話 他說 他說 養心 莫善於寡欲 其為人也寡欲 雖有不存焉者 寡欲 其為人也多欲 雖有存焉者 寡欲 今天我們要調養 存養我們這個心呢 你就是要對於外在的這些欲望要怎樣 盡量的減少 當你不會被這些外在的物欲 深色所引誘的時候 你這個良心 你這顆心 就比較能夠安定下來 反過來說 當你常常怎樣 眼睛外放 耳朵聽到東西 心就動 那你這樣心永遠是怎樣 沒有辦法平靜下來 所以 孔子也跟我們講過一句話 他說 反書是 飲水 屈公而振之 樂意在其中夷 不義而富且貴 與我如浮雲 我們至聖先是孔子 他就是怎樣 他覺得 即使吃的是粗茶淡飯 但是 只要我們心能夠安定下來 還是能夠安平樂道 你如果用不正當的手段 去取得這些財富 地位 這些都是像過往的浮雲一樣 不值得留念 因此 你要能夠清心寡欲 這是怎樣 把心安定下來的一個重要的元素 另外一個 我們心要收束下來 有時候不是那麼容易 那麼簡單的一件事 所以 你也可以透過外在的一些規範 外在的一些約束 慢慢的 慢慢的 讓我們的心怎樣 收束下來 所以 所以 有一句話 就說 非禮勿示 非禮勿聽 非禮勿言 非禮勿動 就是做這樣的一個功夫 你透過外在的一些規範 把我們的心 把它怎樣 沈澱下來 老洞的心 要沈澱下來 是不簡單的 各位 我們有看過 一缸子的水 本來很清澈 就像我們一個清淨的心一樣 但是 你如果用手 把它老洞 攪動一下 裡面的沙 動了起來 這一缸子的水 就會變得很混濁 所以 當我們眼睛聽 眼睛看 耳朵聽 這樣一些外在的感官 在作用的時候 就是在 勞動我們清淨的心 這水一混濁了 要讓它靜下來 要沈澱下來 你就需要一段時間 它才會慢慢再靜下來